到了特点的单元,像这个塞斯论的单元,歌曲都是由我们特别来宾安排的 最码要听到这个歌,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形象和他的样貌,他的心情吗? 我会点这首歌通常都是比较浪子心的 跟你很像吗? 有,有那种 浪子心,还有呢? 比较潇洒的性格 比较潇洒 吹个北风吧 而且这个首歌是标准的韩国歌星在台湾成名的张浩哲的作品 北风 我们的特别来宾今天听到北风的时候带给你什么样的回忆跟故事? 对我讲究过,刚来台湾的心 是,多久见了? 大概20年约有了 20年前 差不多20年,19年了 那时候你才10岁是吧? 没有 你今天看起来很年轻啊 谢谢,谢谢 然后想到家 想到家的音乐 然后最辛苦的时候听到的音乐 为什么这样说? 你那时候来台湾多大了? 那时候是24岁来台湾嘛 做什么? 开餐厅 开餐厅? 对 你是本来就是手艺还是来开创事业的? 不是,我是来帮亲哥哥 来帮忙 大概打算再来个三个礼拜 来帮忙而已 你没发现他口音跟你很像 为什么?有吗? 对,都不是标准的国语的腔调 对不对?懂我的意思吗? 我国语不标准 不是 有一种特别的地方的腔调 地方腔调 对不对? 他不是台湾人 是哪一国人? 你听得出来他的口音吗? 可能也是我们阿美族的吧 阿美族都长得特别少 我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了 他是我们韩国美食的专家 人家都叫他小哥刘承江 欢迎你刘承江 hello,大家好,主徒人好 小哥,你的声音是不是韩国人还是韩国华侨? 韩国华侨 韩国华侨 对 所以你讲的国语跟刚刚的张浩哲主唱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吧 对不对 他是活生生学出来的华语 对 我是一直想改 改不了 不不不,这你的特色 就跟马又一样有他的特色一样 你从小是生长在? 韩国 韩国什么地方? 江源道 江源道 我们一般人不大不熟 对对对 江源道是在韩国的最北方 最北方啊 对 现在刚好是要开那个平常冬季奥运的地方 冬季奥运 2018年的冬季奥运 对 我们最近寒流 你知道那边多冷啊 今天的温度是零下24度 零下24度 零下24度 您绝对不是像今天进了圆明台 穿这样的衣服吧?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 你要再穿什么? 一下24度怎么办? 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这个样子穿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不行 不敢回去 真的是 已经在台湾适应了 对 不敢回去 真的 您刚刚讲的那个冬季奥运 江源道是不是有一个电视在那拍啊? 对 那个冬季炼歌 冬季炼歌 对 然后才出名的 很多人都知道 那是你的家乡 对 那边的韩国华侨多不多? 那边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? 那边没有那么多 现在 我老家 之前是有三家华侨 江源道 只有三家华侨 那个三家 不是三家 那个江源到洪川 我老家是 那现在目前就有一家 是 那也是七十多年了 哇 就是你们家了吧 对 做什么 餐饮吗 餐饮 韩国烤肉 没有 做什么 在韩国要开中华料理 对 我跟你讲 我大概是1977年 1979年我在韩国拍电影 1980年 只要去到韩国 你只要看到中华料理 四个字眼睛就马上亮起来 要进去 对不对 但是它是做给韩国在地的人吃的中华料理 对 改变的 有一点改变 改变的 你们家纯粹做料理 对 中华料理 中华料理 那边有 你们大概知道是韩国的炸酱面 炸酱面 炒马面 炒马面 炒嘛 炒素菜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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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山东是靠近海 对 那海鲜丰富嘛 是 那这就是炒素菜的汤 炒马面 然后韩国人爱吃辣 对 那后来慢慢慢慢改变是辣的 红红的汤 以前是真的来源不是红色的汤 是这样子 对 我们知道台湾的大卤面 我们的大卤面 大卤面 好吃